2023基隆美展得奖作品在基隆美術館三樓展出 有东方美才、西方美才 还有今年首度征鉴的立体造型作品 其中最大奖基隆奖的得主 特别分享他的创作历程 副市长邱佩玲跟多位议员等贵宾都专心的聆听互动 手势上为什么是用那个手指的意思是 意思就是它有点像是勾 就是比如说 来不来不吃下来一吃饭一吃饭 这种勾手的概念有点像是象征那种团结 或是象征那种木材之间那种紧密拉扯的感觉 所以在创作中我时常会使用木材这个概念 就是自然物这个概念跟下方这个水泥 水泥它就象征的是工业 工业跟那种我们人为制造的这种产物 也象征这种社会跟那种环境的一个现象 基隆美展已经发展成全国性竞赛 也激发各地优秀艺术家的创作能量 作品充满了亮点 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 因为其实像陶石银可能就想说 可能就是盘土甲或是有一个比较重量感 那我选择它看起来是很轻的感觉 那其实还蛮重的 它其实拿起来是有分量的 因为它其实每一个在重叠的时候 它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而且你看它算薄薄的 但它里面其实还蛮算实心的哦 它其实里面很结实 多大的温度稍微? 1230 1230 1000多温度稍微 没错 那我觉得这次基隆美展的办法 可以让全国的人都重视 基隆原来有一个可以去参展的 因为真正的艺术家都会在Google上面看 有哪个地方敢去参展 第一个是拿到奖金 第二个证明自己的作品是优秀的 所以希望基隆美展有些可以打造成为 每个艺术家争先恐吓要来参加的一个展览 现在的镜头会会说 基隆美展棒 2023基隆美展在激烈的竞争下 共有49件得奖作品 颁奖典礼中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文化局长江廷梅 以及多位市议员 跟议长佟子伟办公室主任 都到场进行颁奖与祝福 感谢艺术家们共同来提升基隆的艺文素养 精彩的得奖作品 即日起到5月12号 在基隆美术馆三楼展出 也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 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